嘿大家好,我是奥承昊 我以为第一篇会是写学弟偷忙人十万块的稿 没想到大家都那么喜欢听别人一起睡觉的故事 那么大家记得看到结尾 然后去票选下一次想听的故事 这部影片突破三百个赞 我们就来写下一篇的稿 好的,首先先描述一下我国小的时空背景 我的国小非常小 每个班级多一点就十几个学生而已 我们学校是在偏乡的小学 但说出来吓死你 在我爸爸的年代 这个国小光学生就有两千人 现在可能剩两百分之一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从我小五开始就听到我们学校要跟别人合并 一直并到现在都还没动静 会想要介绍人数呢 是因为人很少 所以基本上全校一到六年级的学生 多多少少都会彼此互相认识 只要下课终生一想 我随便朝一个人吐口水 都是你认识的 那我们就来定义一下 如果要说啊 我有喜欢的女孩 大概从幼稚园中班开始 每个年级都有暗恋的对象 没办法 那个时候放学回家都在看玩偶游戏 小红豆之类的 幻想着能够跟谁写个交换日记 想想我国小喜欢过两个同班的女生 两个现在都结婚了 一个还生小孩 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但我只能说 女生就那几个 如果你不随便挑个喜欢 那就会白白的浪费我们的青春 那时候去学校的动力 就是为了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我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的 所以只好去挑一个最好看的喜欢 那我觉得小学生呢 有纯纯的牵牵手 就能当做女朋友了 如果做一个对照表 小学时候的牵手 几乎就等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开房间 纯看电视 好的 我直接切入我们的主题 记得那年 我小事 而我的初恋 我们就叫他小初好了 刚好三年级转来 我们这个小学校 所以我一开始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完全不认识 直到那年寒假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群台大的大哥哥跟大姐姐 来我们学校 说要办一个三天两夜的活动 然后要我们睡在学校里的教室 我记得是三到六年级才能够参加 在做分组对抗 在我这个情斗初开的年纪 是很容易喜欢上异性的 你们想的没错 我那时候又喜欢上了 当我们小队长的台大小姐姐 还记得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殊不知啊 我当时已经对他深深着迷了 好我们拉回来主线故事 我跟小初呢 被分配到了同一队 当天就进行了一堆 小学生会玩得非常开心的对抗活动 一直到了晚上 我们大家各自有一个睡袋 然后要睡在讲台上 第一次跟同学睡在外面的小学生 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睡着 这么特别的时刻 我怎么可以白白的浪费 于是呢 我就跟旁边的人聊天 没想到居然是小初 睡在我旁边啊 我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啊 靠你是谁啊 我怎么没看过你 但你好像蛮可爱的 那我就跟你讲话吧 就这样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我们就忍不住 已经没有办法了 于是 我就问他要不要 陪我去上厕所 我们就趁着夜黑风高 大家都熟睡的时候 偷偷摸摸的准备私奔去厕所 我轻轻的推开教室的门 就直接遇到我们的小队长 我心想 靠都十点了 你们这群大学生 都不用睡觉吗 我一直到上大学之后 才解开这个十多年前的疑惑 唉没办法 本来想说啊 要载着他骑脚踏车 去跑山夜冲的 但是呢 被小队长赶回教室睡觉 于是呢 我们又开始 你看我 我看你 聊一下 然后 突然就天亮了 对 小朋友的睡着 就是这么简单 朴实无华 三天结束之后 我们就各自回家 等开学 其实我们每天 几乎都还是会跟同学出去玩 因为都住得蛮近 但 我跟小初 根本就没有联络方式 我也不知道他家住哪里 时间飞快 来到了开学 我就使用小学生 追求最狂秘技 一下课就出现在你们班门口 其实我们的后门 就在他们前门的旁边而已 或是呢各种巧合 只要不是在女厕 我就能巧遇 但为了装的不明显 我又不跟他讲话 让他一直觉得 我一直在他身边 但又没有要搭讪他的意思 想说他应该会觉得 哇 这学长也太酷了吧 第二阶段 我们就要开始接触了 那个时候 我超喜欢看算命频道 或是星座频道 我还会上网去打 摩羯座跟金牛座的契合度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60分啊 我差点在电脑课哭出来 小学生的哭点就是这么简单 而我开始接触的第一招就是 写情书告白 没错 我就是这么有效率 于是非常顺利的我就被打枪了 然后我就遇到五年级的学长情敌 小学生的情敌就是这么容易出现 我每天都过得惊心胆战 很怕小初跟学长在一起 一直到有一天的20分钟下课打扫时间 我走到我们学校的植物园 看到小初在里面 他把我叫过去了 跟我说他不跟学长好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对小学生的恋爱就是这么简单 我那时候的心智才不会想到 GAD 我不就是个备胎吗 正所谓 爱情来得太突然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还记得 因为他小学比我高 所以我常常被老师跟同学取笑 那时候每节下课 我们都会出来散步 但就是不敢牵手 甚至要去学务处也会一起去 很怕老师不知道我们在一起 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扫时间 因为有20分钟可以相处 回家的时候打电话当然也是一定要 打过去基本上都是他妈接的 我每次都很紧张啊 想一想他妈也是真开朗 国小就让自己女儿谈恋爱 我还记得我的初吻 是在某天的傍晚5点多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里玩 然后他送我到一个路口 就在当下气氛优美 文质多的环境 我靠近他的脸 他一直往后退 退到不能再退 我就亲到了 最后我们在一起一年 不知道原因的就分手了 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在我要毕业的时候 跟他们班的一个女生 又差点在一起 因为国中没有联络 所以就没下文 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